河南省郑州市日前爆发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城市小区实施闭桓管理 居住在权威社区的MAKIE 主动加入到社区防御志愿者行列 8月13号下午 他身着红马甲面带口罩 拿着操纹枪正在社区防疫前线直售 我说那人少 那我也可以过来帮忙 今年41岁的MAKIE是加拿大人 也是中国女婿 目前在郑州一所学校担任外交 现在他又多了一个身份 一名社区防疫志愿者 8月6号他报名参加社区防疫 根据安排从10号开始 每天16时到18时值班 每当有居民进入社区时 他都会用一口流利的中文 提醒扫码测量体温 居民们完成操作后 他也会向小区内伸手 热情的说一声 谢谢配合请进 我也没想到会有外国人 主动来会帮我们 共抗疫情来分担一份责任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挺感动的 其实我觉得中文挺好的 服务态度也挺好的 谈及如何学习中文时 MAKIE介绍 她的妻子是中国人 结婚快20年 中文是和妻子聊天时学的 甚至还能说上几句河南方言 戴上口罩 发型接近光头 以至于很少有居民能认出 眼前这位身材高高大大的志愿者 是外国人 应向往河南古老的文化 2020年6月 MAKIE一家人来到郑州工作 尽管目前租住在该社区 但她认为这里就是家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MAKIE入乡随俗 出门戴口罩 进入公共区域 扫健康码 测体温 她还主动注册了两针剂 中国产的新冠肺炎疫苗 面对卷土重来的新冠疫情 MAKIE表示并不害怕 MAKIE说 作为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享受到了很多便利政策 因此在疫情面前呼吁大家 互帮互助 我想互相帮忙 应该是每一个人注意点 所以我希望其他的外国人 也知道这个事 其他的外国人也会过来帮助